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招级联赛月一组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隔方,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虚拟的,应公告天下 月方,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虚拟的,不应公告天下 今场的对赛双方为正方,马里诺修院学校 对反方,佛教沈香林纪念中学 现在我会为大家介绍双方辩元的 首先是正方,主辩,赖淑林同学 一副,陈许泳同学 二副,林考文同学 结辩,罗卓桥同学 反方,主辩,胡善一同学 不好意思 我是正方,结辩,我的名字应该是罗巧程 罗巧程,好,我先改回 谢谢 好,梵方一副,雷建豪同学 梵方二副,颜俊杰同学 最后是梵方结辩,吴海晴同学 另外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赛事进行评分工作 他们分别是拔萃女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刘飞老师 香港中文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长,陈彦恒小姐 最后是性工会类名裁中学辩论队教练,王新宗先生 今场比赛分主变,台上发问,一副,二副,台下发问和结辩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反方主变完成发言之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之后,正方一副接着发言 等待反方二副完成发言之后,会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的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之后,就会进入结辩环节 那除了台上和台下发问环节之外 每次发言时间前30秒会有一丁提示 叮 那大家听不听得清晰? 叮一下 好的 好,那够钟就有两丁提示 叮叮 超时15秒开始,就会连续叮击下叮叮叮叮叮叮 那详细的菜规已经早前传给双方学习了 那请问大家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现在回开始 那首先是正方,正方主变发言 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先和我说可以 主席主席,不好意思,有一个问题 請问丁丁的声音是否会常发出 可以 开始 对各位大家好 在讨论变题之前有两件事要知道 第一 虚拟世界应该有一个管理人 他的权力可以带来控制 虚拟世界的所有细节 但既然变题 假设当事人是有能力 知道他身处的世界是虚拟的时候 就有两个可能性 一是主人选择不去控制所有细节 一是系统本身有漏洞 否则的话 当事人是不会有能力 超越虚拟世界的设定 第二 由于虚拟世界的管理人的权力 可以带到控制虚拟世界的所有细节 包括你身边一切的设定 例如天气 住所 财产 就像机外游戏里面的管理人 会突然放五只怪手 在虚拟世界里面 管理人是会直接威胁到你的人生所有 就算他现在没有行动 但虚拟世界本身对你来说 已经造成了威胁 你不知道你何时可以成为他的攻击目标 例如你的财产可以因为情绪而归零 或者管理人可以选择 直接令到这个世界消失 原因不是你做得不够好 是管理人想怎样就怎样 因此命运被人 他人完全主了的时候 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的诱因想去改变 加上今天他们的思想行为 是不会被控制的时候 最常会应该去改变 然后告诉世界听这个世界的真相 而虚拟世界分为两种 第一 可以逃离的虚拟世界 就像电影《黑客帝国》那样 电脑机器创造了虚拟世界的母体出来 然后在那里的人类的脑就会直接连接到一个电脑机器 以使控制人类 这一旦脱离了母体就可以回去真实的了 所以当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时候 你就会不停想你以前做过的东西是不是 原来是来自你自己的想法 当你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你会想原来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剧本 在你周围的人其实已经一早有安排 而离起他人的邪线公仔 他们就想拿回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应有的自主权 所以想去离开 当你告知了这个天下的时候 大家都有这种想法 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想去逃离 而人多好办事 越多人参与这件事的时候 成功就会提高 当你想放弃的时候 你望着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的手续 都这么努力的时候 你就不会想去放弃 就是当你自己一个行动的时候 你的计划未必完满 但是有多一个人的时候 就可以取长保短 就像电影《黑客帝国》里面 有一堆想逃离 虚拟世界的黑客和救世主尼奥去合作 然后透过他们懂得解破 电流程式的能力 和尼奥本身的能力 才可以得意摆脱到机器的统治 第二 不可逃离的世界 就像游戏和影视作品里面的角色 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平面 他们没有肉体 所以他们基本去不了真实 就像游戏狼尔市民那样 管理人可以在那里建造一个城市 和一堆人类 然后指使他们去工作 就像结婚生子上班上学 管理人想他们死 都可以无端放他们进一个泳池 然后封死奉牌 然后浸进他们 所以其实他们是不可以 逃离去真实世界 但是那个人都可以 在虚拟世界里面作出改变 之所以要把真相告诉大家 因为大家的角色会随时消失 我们只不过是管理人的玩具 所以要劝告大家 尽可能将你那一天活得更加有意义 每个人都可以随着他的改变空间 而寻求不同的生命意义 而我们可以将改变空间粗略而分 第一 如果一个剧本可以写定你每天要做什么 例如你每天一定要起床 上学 放学 做功课 和睡觉 你改变不了你每天要做什么 但你可以去选择开心去面对每一天 第二 如果管理人其实已经给了很多空间的时候 那你就会觉得你选择有意义 所以你想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人 而你有能力 有空间去做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反抗 守护自己和人类的专业 由此可见 将身上高暴天下 在两种情况下 都可以给到当事人重叠自由的空间 请问校方同学 是否继续重用管理人 继续虐待虚拟人类呢 多谢各位 正方主变派 时间是3分52秒 无超时 最9分 好 那我们现在请凡方主变 是米是米 请问听得清楚不清楚 听懂的 准备好请向主席示宜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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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今天有帮人的想法 很简单 有帮人为公布 可以逃离这个虚拟的世界 但其实现实 有帮人想要发展 其实人民真的会在公布 转账之后 就是有帮人员 甚至有帮人员 转账之后 最后努力做小小伙政治 困惑 去逃离 全世界困惑 只要我們可以預防 但可以補救 但可能世界是一個你和我都無法了解 無法預計 無法掌控 而不是像有方那樣簡單的 可能世界有管理者可以製造一切來天氣等等 但其實得知知知有方 有方都說過我們是有個人思想 其實我們的反應是難以過去的事 或者是遊戲中 又電影中去握測的故事 含量的問題 更應該從資質和整體社會領域出發 感知英口公佈天下 我方反對現是原因有二 第一 保障貿身安全被引致災禍 自古以為發佈震撼消息者 哪怕是領袖科學家多以非的人收場 古有高漫黎 布魯諾發表人生存 結果被大眾推行為異尊 慘受迫害 布魯諾還未公開處死 今有維基解密網站創謀人亞桑奇 這個政府機密 例如美國軍隊在戰爭和艦傷害平民 少許恐怖分子等 結果被美國以負責罪迫害之間 哪怕在香港或者國內 發表世界的區議 也有機會被視為是山坡 失實的資訊 它而製造恐慌 每一都危害國家安全不被捕 可見公佈一個震撼的消息 哪怕只是科學發現 只要影響其他領域者 也會照來和患 發佈世界的區議 不僅震撼消息 會衝擊前後的統治階層 後果之大可想而知 輕生入獄重築處死 平衡自身安危 不公佈這些其實是合理的舉動 第二 社會反應難以鼓勵 沉浮後果無法適當 2012年的世界目的意義 即使是欠缺科學根據 變有大量市民信義為則 紀錄片 每日求生者 紀錄了有市民搶口物資 美國甚至有的人 屬於一堆食物 雅根和巴西 有人斬被自殺 那這些其實是否由 電影程中會出現的呢 有方有沒有想過這些呢 其實末日月月 都會引起恐慌 更何況是世界出現的意義 衝擊的人都會消息 後果之大 社會之動盪 有方是如何估計呢 一旦混亂發生 有方是否制止到這些 所有疾況呢 不在乎這些消息的人 會不會存在 但希望離開世界的人 必然會出現 他們還相不相信 這個虛擬世界的道德法律呢 再者 為何撤離虛擬世界 民眾有些會不習手裂 或是為何生存 與其他人產生衝突 就必然會掀起 人與人混亂 或是在惡靠上 更好但可能會出現 犯罪心理學生的破槍效應 輕則就會搶劣 之餘 甚至會出現雜慕等情況 到時很可能 連政治領袖 軍警都沒有能力 就沒有功力去履行接觸 當世界正是無罪狀態 對人類物體的破壞 是否真的會遇到呢 到時想控制局面 是否在人類的控制法環 還是單單的管理者 有個幻想中的管理者 可以控制得到呢 即使人類捱得過 那些混亂的虛擬世界背後 是否真的有一個更好的現實世界呢 還是我們最後 因為破壞了這個虛擬世界 而一定消失 我們值不值得為了追求這個未知 而培養全世界的性命 或者人類物體呢 既然我們未能夠尋求當中的苦果 不說出來就是最好的選擇 最後想問有方 即使現在身處的世界是虛擬 但千八年來運行有罪 教育、道德、法律、行之有效 智慧、真體、人類不斷地演進 但是虛擬 不說又有什麼問題呢 多謝各位 丁丁 好 反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01秒 無超時無需破分 接下來我們會進行台上發明的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宜 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1分鐘 反方主辯準備時間1分鐘 回答時間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會有一丁提示 然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宜 向正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1分鐘 雙方都有一次提問和一次回答的機會 之後就會回到正方一副的環節 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問一下 主要您好 我是隔方台下 由於剛剛 反方接收不是太清晰 可不可以叫他們 待會再試試麥克風 不然聽得有點不清楚 麻煩你 好 因為反方的場可能比較散 所以聲音會散了 如果評判聽到散的話 我剛剛是調大聲了少少的 調大聲了個麥克風 所以就會聽得清晰一點 評判可以調大聲一點 另外反方的同學 你們待會說話的時候 都是向著麥克風說 就會比較清晰的 我們待會再試試看看有沒有看到 好 還有評判留意 填寫台上發問的時候 請留意填寫字帳 特別是反方分字 第一格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是發問的分數 我們現在先請 正方 自由派出一位 台上的便員 向反方主便提問 留一分鐘的 準備好開頭或示意 正方哪位台上便員的問題 可以 塘丁 大家好 在可圖來的世界裏 旁邊的人知道這個是虛擬世界 他們可以逃離 可以反抗 去拿回真實的自由 去重拾真實的希望 去重拾真實的希望 去主持自己的命運 那為何有方會反對他們 去逃離這個世界 謝謝各位 好 那現在反方主便類 一分鐘時間準備 開始 市長 的 余 我們 我們 感谢观看 好,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反方逐便回答 有1分钟的时间 15秒可以有提示 准备好可以试一个 试哂、试哂 试哂 我听试不清楚 ismus知道 可以 扁 nor 就说各位 今天有方说 这个世界我们可以逃离 或者主宰自己命运 但其实有方说 可能要反抗 要对抗这个世界 是基于对方认为 这个世界有管理者 我们要反抗他 我们才可以建立一个真实的世界 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有个幻想 变连中从来都没有说过 这个世界是有管理者 也是有主导人物的 其实其次 有个人都可以说可以逃离的 但其实有个人有没有想过 逃离过程 或者是这个说了之后的过程之后 有个人会产生分歧呢 有个刚刚主片都说过 每个人都有个体的思想 其实有人想逃离 自然有人想留下 这些安安安的世界 其实是没有冲 是有冲突的 大家有思想的不同 就是有分歧之后 其实这个世界会如何携手 去这一切共同 共和对抗 口中所说的比赛呢 多谢各位 我们会第二条的台上拍门 那现在请反方台上拍一位便员 向正方主便作出提问 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跟我示意 帮你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 可行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 还有各位 今天在有福和我所有的立法基础 都是说这个世界有一个管理人 可以控制一切 所以我们就要谈了 如果这个世界 其实虚拟世界有很多种虚拟的可能 如果今天沒有的話,我們是否可以不說呢? 再者,由方和我判斷一條消息 應否說出去公告天下的標準是什麼呢? 事情要去嚴重到什麼的後果 要有什麼程度,我們先應該要說呢? 多謝各位 好,現在正方主辯 九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 請多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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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二 刚刚有朋友说过结果未知很危险 但我想问一下你有困难的时候 你不去尝试不通他留在哪里 我们是不知道结果 我们是不否定他最后可能会有很危险的情况 但那些人既然逃逃 他应该是知道他最后可能会死 可能会为这场革命而牺牲 但是他也觉得是值得 而且结果未知我们都一定要公告 因为我们要给他选择权 选择他应不应该去逃离 如果他最后是决定不逃离 那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不可以指着枪叫他一定要逃离 但我们已经给了他机会 他一定要参加 如果不想参加的话 可以不参加 第二,刚刚有邦曾经说过 避免危险什么国家安全 什么真实世界危险 什么真实世界危险 那个虚拟世界 但我想问一下有邦同学 你在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 虚拟世界不会发生 那管理人是可以按一粒 就是马上消失整个世界 这件事你认不认同? 第三,刚刚有邦曾经说过 分歧这件事 他说分歧当中会有人分歧 我方便不否认这一点 因为是一场革命 在任何的东西里面都会出现分歧 可能同伴不信任你 或者是任何的事情 例如分组讨论都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的常生活里面 一定会出现这件事 那是不是你就是因为这件事 就要放弃一个逃离的机会 就要去放弃一个 你可以重获自由的机会呢? 然后我方所说的就是 一般一起努力 可以取权保短 不会那么轻易放弃 就算当中可能会有队友牺牲 但我方深信只要以致旧坚定 最终一定可以成功的 在机会游戏里面 我们可以见到人多好巴士 在这么多位贡品的奋斗 以及牺牲之后 是有贡品可以成功逃离 虚拟世界 从莫置入的 而对于一些不想逃离的市民 他们就可以选择在有限的空间里 开心地过每天 就算他们是不可以逃离这个世界 但是他们可以选择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剩下的时间不是很多 他们就可以珍惜好每一天 觉得每一天都是一个很珍贵的时光 那就可以 不会后悔 由此可见 将真相公告天下对全世界有利 因为可以让他们有主在生命的权利 而在最后想问 有方同学 你觉得 例如在肌肉游戏里面 控制可以突然放十只猴子 挂在一个人面前 肯定可以立刻杀死你的毒母 无端端闪电砍死你 难道有方觉得这些都叫正常吗 而当你知道 你在一个可以逃离的世界里面 你会不会想尝试一下去逃离 尝试一下去从我自己的感觉呢 多谢各位 正方一副发言时间是2分59秒 没有超时不需要够分 接下来是反方一副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和我示意 试咪试咪试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晰 可以 叮 评官主席在座各位 今天有方同学完全和我们论证不到 究竟这个世界是怎样的 我方主席问了很多次 但有方仍然给不出论证的理由出来 凡请有方今天就不要在意 所以世界是有人操控这个假设去推演任何东西 第二 今天有方完全承认了我们的论点一二二 今天世界会有分真 所以世界就会出现问题 但有方同学跟我们说不怕不要紧的 就算有什么问题也好 有什么后果也好 不要紧的 交给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多惨也好 只要我们说出来就可以了 今天有方同学是否在忍着人类去死呢 今天有方同学说我们是去集思讲的 但我们看回现实世界 行政务协议书 中国就说不参与美国 还要退出的时候 原来有人想改变 有人想不想改变的时候 所谓的合作根本就是在开屋 华萧 其次今天有方同学 从头到尾都在说想改变 想更好 今天有方同学所谓的更好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有方同学说要怎样这么好呢 有方同学说这样 即是怎样 有方同学是要论另一班 到底要怎样这么好呢 有方同学今天很担心 同学一后果 少叫大家公布天下 但你怎样论政务号中 所谓的造物主 操控者 会令到人类的财产归零 和世界关机 必然会发生的呢 要发生的话 为什么过去千八年来 人类的历史又无力行中的情况 所以不讲识呢 会继续升上温暖 那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再到各位 今天我们双方 最大的问题是 有方认为 什么都要说 无论如何都要说 世界毁灭都要说 而有方就觉得 要权陷你不 人类的思想 人类都能够承受 或者人类最坏的结果 有方就说 公布天下是必然的 所以在有方的世界 无论是什么消息 人类是什么后果 根本不重要的 那我想问有方 他无论大事小事 都一定要说 是否善意的反言 例如 苹果觉得我们相当打得差 都会去北京修飞 这样说 生活的小事 我们尚且会考虑 后果 为何我们的关门 生死大事的时候 就不必呢 我方指出 他都不甘忠爱的例子 因为消息影响 亦既有利益者 可能会被人坐牢 被人处死 甚至连累家人的时候 到今天严重 到社会的层面 今天九方和我 很单纯 就是一个学术攻击 为什么可以不说 当你知道世界是虚拟的 为什么我们不努力呢 原来创官是假 配合可以人操控的时候 没有人觉得法治是假 能力是假 一出来的规则都是假 人与人 国与国公共 因为产生资源 而不想攻击 甚至世界都是假 我们出来都是破坏 反正有关一二伴 论盛见用种种可能发生的事情 哪怕是多么微小的可能都好 我们都不想日后的子孙 今天迷糊 我们因为一类世界 如果不行的话 有关同学 只是将全人类的命运和生命 打在一场必死的倒桌上面 有关同学 多谢各位 好 反方一伏发言时间为3分11秒 无超时无缺扣分 刚刚反方发言大致上是清晰的 记住多点咪说 把声向着咪都是OK的 好 现在到正方二伏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开童话事业 正方二伏 准备好开童话事业 好 可以 好 可以 可以 好 可以 好 各位大家好 刚才有分同就说 如果说了出来 那人会有生命危险 如果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其实那个管理者 其实他想你死的话 他可以放一些毒气 杀死所有人 所以其实他可不可以展示 这场革命 说不说出来 其实他的生命都会被人威胁 还有他杀人是不用理由的 当他不开心的时候 他可以随便杀一千个人 有方说 很多人会大受打击 整个世界都会变得很乱 但的确有人会受到打击 但他都一定要知道这件事 说出来是我们的责任 还有这个世界都会辩论 的确会不受控制 但这个不受控制有价值 他们反而会齐心协力地去反抗 或者逃离这个虚拟世界 那你宁愿那些人继续活在这个虚拟世界 还是有真实的自由呢 是吧 有方说真实的世界 是有很多东西都不由我们控制 但其实在真实世界 他说起码不会有人特意要我们死 起码我们可以主宰我们的命 选择自己做回 起码不会有人特意要我们死 起码… 跟着… 跟着… 有方说 其实有些人是不想逃离的 他们想过一些安安永远的生活 不想被人控制 但有方也说过 其实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做自己的事 但说出来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责任 他没有说他一定要去参与这一场的… 没有说要参与这一场的战事 还有有方就说了 就是… 会有分歧 但这件事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 说出来是我们的责任 他们就算有分歧 但我们都不应该放弃一个可以逃离的机会 还有… 在一个不可逃离的情况下 例如你是被人控制的无疑市民 管理人可以随便这样杀了你 例如创建一个超级潔癖的角色 然后将他和一大章的… 很多菜放在一起 和一只老鼠关在一个无门的房间里面 最后他因为无法清洁 而又见着老鼠死亡而逼傻了 等于这些菜又变得 他又慢慢饿死 在《模擬人生4》里面的制作人说过 最近数据表明 梅人生4平均每日死的死亡人次 高达二万八千次 这个仅仅在统计联网的玩家 其实他们不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事 还有他们人生已经被人失满了行情 总之他们人生是被人安排 是命定的 但是他们都可以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因为人生所有做的事情 目标都是寻求快乐 所以开心度过 还有做他们想做的事 所以说出来无论如何 在可以逃离的世界 或者是不可以逃离的世界 总之说出来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是要公告天下的 所以今天变题理应是 假使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我们应公告天下的 好 好 另方二负发言时间是3分02秒 没有超时无需扣分 现在请反方二负 你有3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去和我示意 请不及 请不及 撑 各位 孟子和我们讲 生我素欲也 义我素欲也 以正不可得奸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可能生同意是否能得到 第一 第一 從自身層面來看 生其實有可能已經沒有再反對過 其實就是證明他們已經知道 如果這個消息公告天下 對於我們自己來說 真的會受到迫害 而受到一些禍端的 所以有可能今天不敢跟我們討論自身的層面 很明顯看到有可能做事是不需要考慮自己的利益和結果 好了 來到第二個層面 二的層面 今天有可能跟我們說 他說在小層面 我們要打倒這個所謂的管理者 要去換取一個更加好的真實的美麗世界 但很簡單兩件事 第一 有可能從來沒有答過我方文的所謂的問題 就是說在有可能的眼中 這個管理者是可以掌控生殺大權的話 為什麼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從來沒有出現過說 可能是集體殺了一些人 或者是做他們任何想做的事 為什麼從來沒有出現過這些畫面 請有可能解釋清楚 第二件事是有可能非常理所當然的認為 非常樂觀地認為 人類只好知道了這個消息 就一定會通力合作 共臉難關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是 過去美國退出了這個班牙協定 說的話 你這個全球暖化 不關我的事 我不侵你們玩 第二件事是 聯合國已經就是緬甸軍方 鎮壓平民和示威者 沒有用 其實他們依然是我行我素 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看到過往的這些所謂國際合作 人類的這些所謂的合作 全部失效的時候 請有可能你說 你說清楚 究竟你們口中 大家會一起通力合作的局面 為什麼會出現 再者 今天有可能也從來沒有說過 究竟你們幻想中一個真實的世界 是有什麼好的地方 如果你都不知道更好的地方 你去追尋 追尋的結果又會是怎樣 你究竟想要一個怎樣的世界 如果你連目標都沒有 做出來有什麼意義呢 好了 講到我們今天要去判斷了一件事 究竟要不應該做呢 很簡單 只要看一個結果 我們今天看到 如果你能夠承擔到 這個壞的結果 帶來一個最差的情況 那你就說 你就做 但是呢 好的結果壞的結果都會發生 我們今天要看一個壞的結果 最壞的結果可以去到很多 我們往往看到 經過次巡 寫生取義 最差的結果就是死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是 當我方的主辯和一虎 都提出 這個世界如果你說了 是虛擬的話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秩序崩壞 政權倒塌 社會混亂 這些都不是可能是最壞的結果 因為最差的結果根本沒有人知道 這件事 因為從來沒有發生過 沒有人知道 所以他究竟會有多差呢 不知道 但是呢 就算壞的結果很不幸發生的話 我們都 我們都償可接受 因為如果我們有對抗的方法的話 沒有問題 但是今天有可能也從來沒有論證過 沒有給我一個方案 我方 如果最差的情況出現了 會怎樣 叮叮 因為人心是沒有底線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好像很久這樣 去試探這個 我們從來沒有知道結果的 壞的情況呢 都要扣位 好 反方以負發言時間是3分11秒 沒有超時 不需扣分 接着我们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入委辩元 向反方台上辩元提问 正方无权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辩元回应 台下发问时间一分钟 台上准备时间一分钟 回答一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后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辩元 向正方台上辩元提问 发言时间同上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两条台下发问可以由同一位辩元提出 对于台下发问环节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先请正方派出台下辩元 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那记得要开机会和试一下麦克风 试麦试麦 可以的 准备好和我试音 可以 叮 古有加利律提出太阳在宇宙的中心 但就被判罪终身囚禁 亦都有中西方各自的文化大革命 当中不少壮士英勇而牺牲 有二一年中国和印度边境纷争 有三个士兵为了守卫人民的尊严而牺牲 今天有方知道世界在虚拟的情况下 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而选择不公告天下 有真相而不说 但是今天有方居然的义父出来跟我们说 曼子的如我所欲也 所以他们要决定为了自身的安全而不说 其实如我所欲也的真正的意思是 身亦我所欲也 意亦我所欲也 两者不可得兼 写身而取义者也 今天有方拿着写身取义的情况 的道德观念下 你为什么会允许这个人去狗且偷生 不告诉全世界去捍卫人民的尊严呢 多谢各位 好 展方台上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首先在写生的层面 今天又不断和我们讲加利略 我们看到的是加利略说了日深术的例子出来 他遭受到是怎样的下场呢 被人视为异端 被人烧死 这个是他写的心 但是我们看到在加利略的例子里面 他尝可得到的意 但是如果你今天将虚拟世界的这个消息 通告天下 你是否真的可以得到的意呢 今天我看到的不是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一个确切对抗的对象 而有分之后也从来没有认证过 你们考虑的管理者是怎样出来的呢 如果你说不到我们要对抗这个虚拟世界 究竟对抗做了什么 所以你就根本说不到 这个虚拟世界怎样会更加好 或者你得到那个真实的世界 会有对我们人们的福祉来说是更加好 所以说到尾了 有可能认证不了他说出来的离处 但是我方看到的是 你都出来 现在有可能是争取的事 多谢我方 好 现在请凡方拍出第一条的台下发问 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先开试咪先 试咪先 试咪试咪清了 听不听得清楚 清楚的 对了 你准备好可以和我试咪 试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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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当今天世界是真实的时候 究竟是谁创造世界 如果有方答不了 那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虚拟 虚拟就必然有人创造 背后必然有管理员可以充重一切呢 有方同学今天对面是无限上高 今天我们只知道世界是虚拟 其他亦一无所知 究竟有方同学你是科学家 定系程式的管理员 才能够知道这么多详程 或者一切都只是假设 只是有方想像力过分丰富 看得太多黑黑帝国 凡请有方认证 虚拟世界确实有管理员 有人操控财产 能够删除世界 而这个定义也是变题中的 虚拟世界的唯一可能 我想问有方有没有证据呢 多谢各位 好 正方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正方拍出一位头想变缘角达 有一分钟拍影时间 10秒一叮题时 可以 叮 刚刚有方不如跟我们说 谁创造这个世界 谁控制这个世界 我举个例子 当是动心和模拟市民 我们就是控制者 我们就是控制内部的模拟市民 我们是模拟角色的行动 我们就是控制者和创造者 我想问右方 你们所说的 没有控制者和没有创造者的世界是怎样 一个世界怎样是没有创造者而创造出来 怎样是一个创造出来 怎样没有创造者而创造出来 我想问右方同学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现在到正方第二条的台下发问 我们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可以开镜头和我帮你试一下咪先 想問我聽不聽到 聽懂的 好 準備好開頭的事件 可以 我發現已經重申多次 一個虛擬世界是必定有一個管理人 因為他是創造了世界的人 也是管理著虛擬人的時間表 甚至乎生死 就好像在模擬人生裡面 虛擬人隨時都會被管理人殺死 即是他們可以在游泳池建了四道牆 然後令到他們虛擬人窒息死亡 我想問右方同學沒有了管理者 又怎會有虛擬世界的存在呢 多謝各位 現在反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開始 妳要看 敘iram 我們來看 腹擬人 你 這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1分钟发言时间 15秒一定提示 试咪试咪请问你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 可以 听 评判主席在各位 今天我问有方世界怎样虚言 有方答不出 有方就很实实地告诉我们 我们听世界有控制者 有方梦学我们都告诉你们 世界可能是装周梦叠是一个梦 其实这个世界有无盘的可能性 有方同学说游戏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解 有方同学我今天玩游戏 我懂得飞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跳出 去这个街上我就会飞呢 今天有方同学所说的论证 根本论证不了这个世界 是怎样解释 所以凡情有方的结辩 都不要再以世界人控制 这个假设再去辩论 因为今天的辩题是 假如世界是虚而得而 不是假如世界是虚而得而 背后有控制者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现在请范芳拍出第二条条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发言时间 15秒一定提示 试咪试咪 先试的 准备好开同学示意 可以 订 订 各位 今天有方同学将虚而世界 以分为可脱离和不可脱离 两个部分 既然是可脱离的话 你怎样肯定你知道这个事实 不是管理员安排 或者是想制造乱局 想你们自相残杀 那怎样做到有方口中所说的 就合大家力量扶离世界呢 他有没有口中不可脱离的世界 说了大家走不了 但可以换好每一天 而事实上 如果世界就是正如有方口中所说的 有管理者 随时用毒气杀光我们 为何他们又会 找到我们知道了这个资讯之后 可以开心感悟每一天呢 所以想问有方 说出真相又无法改变现实 又怎样肯定听到这个消息的人 会开心感悟每一天 而不是消极悲公感 躺平如生呢 谢谢各位 好 现在正方要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 谢谢 对 这别人 会由 帮助 这 如果 我们 多多久 可以 视频 一 以 一 - 准备时间结束- 麻烦主席,我想问一下,一个辩元可不可以重复答两次? - 没问题,好,可以排出一位台上辩元作答。 - 几分钟发言时间,15秒一丁题,15秒一丁题,可以。 - 丁。 - 刚刚有个人说说,不可逃离的世界里面,他怎样知道这个事实? - 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好像Matrix那样。 - 他有些人找了一些客人,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有些线连了他的脑,去了虚拟世界。 - 这个情况下,他就可以逃离这个世界了。 - 第二就是,他说不可逃离的世界,他说怎样开心过每一天? - 你不跟他说,你不会知道他会不会开心过每一天。 - 第二就是,你会知道你剩下来的时间不多。 - 那么你会,就是你宁愿无缘就死了,无缘就被车车死了, - 无缘就被车车死了,无缘就被车车死了, - 还是你事先可以做一些开心自己的事, - 做一些比较开心的事,或者是令自己无怨无悔才死了呢? - 谢谢各位。 - 现在台下发问环节结束,我们双方结面会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开始。 - 非常十分钟时间准备,非常十一分钟。 - 差不多了,我们双方结束。 - 还有,我们双方结束之后,我们双方结束的行为, - 能不能让你这么有的作品。 - 以兌方结束的一切。 - 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够起针来? - 已经令人太子有人健康了。 - 因不过的终于像专家的事, - 看我自己也终靈于一些别人的这个地方。 - 男人的鉄道我分为适合了那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4分钟发言时间 准备好开同时宜 试咪试咪想问听不听到 听到很清晰的 可以 订 各位先画想一下如果这一刻世界 你也同意来接下来的学校 学校意外的人和物名消失 你会怎么做 继续比较绝望恐怖 尝试沉达一线生机 以后为了生存不达手段 有方同学会说 放心不用的 这些情况不会出现的 一定不会去到感叉的 校长和老师会出来控制协罪 是否都是做到呢 知名的网络小说 全校或者学校容易出不回来 里面的老师都尝试过分工合作 希望踏合资源一起生存 可惜学生很快不手控制 开始略绝资源 甚至发生暴动 集体同伴 有方可能说 小说来的而已 不可以尽信 但放诸现实 放诸今天的评题 到底是我方给人忧天 还是让方说得太简单呢 无论是我方主编所说的 末日寓言 或是近期生风肺炎 见到未知 现在生存可能受威胁 我们见到的是民众会同兵民知 类别之愿 甚至是集体自杀 为其老人故愿 而当世界是虚拟这个消息 被二臣消息比得更快震行的时候 这份如于未知的恐惧 很大机会来破窗效应 那方所谓的混乱涉涨失陷 就不可能会发生 那时候不是理睾我 还是警察 甚至是在位者都未必能够制止 我也很希望 有方说得对 人性未必丑陋 道德法律可能起到作用 但就连方幻点小说都提到 人类面对生存的威劍 必定会失去人性 出现场了 杀落的时候 面对世界是虚拟 有这么暂时的观念 我们无人知道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能会跟着这些方幻点小说的劇本走 那我们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倒上全世界的性命呢 今天不是我方自私 不是什么都不敢说 例如我方同学家里女 这些例子是不是都不说 但情况根本不同 当然是由他所发表的事情 是可以令到 报告发言是可以影响世界 当然要说 但虚拟世界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不说对人类有什么祸害 但有方同学有没有想过 港租会提到其他的概念 两制根本不可以对比 正如有方同学提到有管理者 但其实我们过去这么多年 因为没有事 世界依然是正常的运作 难道是因为这个世界突然间 是虚拟的 这个世界跟我们说 我们就会突然间毁灭 而作为掌控世界是虚拟的 这么重大资讯的人 我们必须考虑公布消息 对其他人 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影响 这点有方都认同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考虑 要不公布的必要 预测公布天下的好坏影响 不知有没有更好的世界 而公布天下 而且有方同学也说到 要去逃离这个世界 有方同学 但是我们的变题是虚拟世界 但有方同学只是说到 管理人 可能会有管理人的假设 也会发出其他例子 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 正如有方同学主编也有说过 如果比较管理人 懂些的话 这个世界就会突然间消失 有方同学所说的 要努力去逃离这个世界 那又要怎么做呢 而且有方同学根本就只是做了就算 或者无论政过方出来之后 是不是真的做到 有方同学的效果 更加无论的效果 公布天下 可能就会为自己招来害怕 或者任何人的火灰灯当 今天的世界 不断远远远的影响 等下是没办法估计 我方提过 郭伯伟和桑琦和施多登 甚至今天在内地公告真相 在香港公布的游户 有很惹离入獄的时候 可否不是生日 为何不能考虑一下平生的方法呢 而说何彩之有 我们不是自私 不是逃避 而是当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的时候 沿路在想改变世界 今上就是当公布世界 这个消息可能会摧毁人的文明的时候 我方真的想不到 我说会有什么好处 還有各位,去完人生,享受世界的虛擬,感受依然真實 你和我確實存在,世界是否虛擬,有何作妖 如果世界跟好虛擬,請有方便可以 因為我想感受一下這個世界的風生雨露和世界的美好回憶 謝謝各位 全方結辯,發言時間是4分07秒,無超時無需糾紛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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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如何去守護自己的尊嚴和自由 如何去展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和意義 因此不論是逃離和不能逃離的虛擬世界也好 我方都希望將真相告知天下 還回選擇權給世界的每一個人知道 剛才右方口中沒有管理員的世界是怎樣的 其實我方是真的看不到 另外我方真的要強調多一次這個很重要的論點 就是作為一個虛擬世界的市民 你本來根本就應該將真相告知天下 因為這個問題是牽涉到全世界每一個人的生命、命運 這是作為市民最基本的責任 我方承認可能有些會膽小如鼠 怕事自私 覺得自己根本不是領袖關我什麼事 但這個題目不是應不應該 不是想不想說 右方一直在找藉口逃離社會責任 再者右方又說如果保持天下的話 人們會有生命危險 有些人會有分歧 那些人就想安穩地做自己 安穩地生活 但我方已經說過了 在虛擬世界裏面 每一個人的命運都不是由自己來控制 你完全是沒有選擇權的 是生是死都不是由自己來控制的 所以就算你不告知天下 你根本都是有生命危險的 你根本都是生命威脅的 你根本都是不可能安穩地生活的 因為好像在電影機外遊戲裏面 管理員可以突然放十隻怪獸在一個人面前 或者可能放十隻炸彈包圍著你 所以就是這樣 你要告知天下 因為你可以令身處在虛擬世界裏面的人 可以逃走的機會 逃離這種折磨人的生活 如果逃離不了 心裏面知道也好 至少他們可以做一些行動 例如反抗、改變 守住自己的尊嚴 另外就算完全是被控制 每天做些什麼 即是有劇本的話 他們可以每天覺得有意義 你想想想明天是世界末日 你想珍惜時光 那你就會做些自己想做的事 或者有意義的事 例如在模擬人生遊戲裏面 管理員可以突然引起一場火災 在正常的世界裏面 我們一定會逃離現場保住生命 但是伺服器在虛擬世界裏面 虛擬人是被管理人控制著 不可以逃離火災 最終是被迫失去生命 所以身處在虛擬世界裏面的人 可以嘗試令自己的生活 變得有意又更開心 由此可見 其實告知天下 真的對身處在虛擬世界裏面的人 有極大的幫助 之後有分同學又說 如果告知天下的話 世界會變得好亂受控制 其實想問一下有分同學 因為世界變得混亂 就不應該告知天下嗎 這只是一個過程 過了一段時間 人們會平靜一下 不會一輩子都是這樣 告知天下的狀況就是 當他們平靜了之後 讓他們改變命運的機會 令他們可以集合眾人之力 去想辦法逃離 或者如果系統是允許的 即使是不可以逃離 他們都可以守住自己的尊嚴 而採取行動 例如反抗 每一個人都有權 知道自己身處的世界是怎樣 因為他們是世界的一部份 另外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權 去控制自己的命運和生死 即使各位都應該明白被控制的痛苦 正正就是這樣 我們更加要告知天下這個世界的虛擬 令他們可以集合眾人之力 想辦法逃離這個虛擬世界 即使我本來設定了不可以逃離 但是人們都可以反抗 要守住自己的尊嚴 如果每天都是一個劇本 反抗不了 就像我方這樣說 讓自己的人生無緣無悔 我們要知道這個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問題 是關乎到全世界的命運 所以總括來說 將真相告知天下根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因此今天變態絕對成案 多謝各位 正方結辯 發言時間三分 其實五秒 沒有超時 無需扣分 現在比賽完結了 我們稍等一下 讓評判評分先 評判留意 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 選三位辯論比較好的辯論 最好的三分 歧視兩分 最後一分 謝謝 在評判平均分的途中,我們都會一路請評判講評語 我們現在先有請成功女名才騙人隊教練黃新宗先生給我們評語 請問聽到你們聽聲音 大家好,首先很感謝賽會的邀請 然後我主要會就著今天的雙方兩位主要討論一點 就是他給予一些意見 第一個討論點就是那個管理人 就是很神秘的一個存在 究竟他存不存在 究竟他的存在是不是一定這麼邪惡的呢 今天我認為雙方對於這個所謂管理人的角色 都有些不太合理的假設 那麼雙方首先他就由開變開始 一副二副舉出的電影小說和遊戲 他們那個很明確的世界觀裡面的 那個管理人都是很邪惡的 那麼就和那個虛擬世界裡面那些人 永遠是屬於一個對抗的狀態 那麼但是究竟這個管理人 是不是真的一定這麼壞呢 他去創造這個虛擬世界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還只是主宰一切 但是是不是意味著他一定會 例如噴毒氣出來 在一個超級潔癖的人 隔壁製造很多老鼠的死屍 之而此類 我覺得很多這些想像 都說到這個管理人就是十何不赦的 但是究竟這個管理人 他創造這個虛擬世界的目的 是不是真的這麼單一呢 是不是純粹想主宰一切 然後享受一些虛擬世界裡面那些人的 就是滿足他自己這個慾望呢 那麼會不會其實是 可以是一個好人來的呢 又或者他和那個虛擬世界裡面的那些人 他的創造物的那個關係 是不是一定是對抗的呢 那麼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的 另外一點就是那個管理人 他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無所不能呢 就是縱使我們知道他是創造這個虛擬世界的 但是呢 像我們人類一樣 我們都創造了很多虛擬的世界出來的 但是很多時候呢 虛擬世界有可能不會失控的 第一 第二呢 我們創造出來的那些虛擬的東西呢 可能呢 是可以超越我們人類本身的 那麼譬如是AI那樣 人工智能那樣 那麼他都是一些呢 就是在電子世界裡面 推測的一些程式 代碼來的而已 但是呢 他的那個思維的能力呢 都可能是可以超越人類的 那麼究竟呢 這個管理人 他第一 是不是真的 一定是這麼壞的呢 第二 他是不是真的這麼無所不能呢 他是可以主宰一切呢 我覺得呢 這些呢 都是很值得大家去額外去思考的 第二個點呢 就是 紛爭 就是呢 今天大家都會舉出很多 如果我們公佈了天下之後呢 有可能會造成的紛爭 第一方面呢 就是 這個世界有很多既得利益者 那麼我們揭破真相的話呢 就有可能會影響到那些 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了 那麼所以呢 就可能會造成一些紛爭的 那麼那些既得利益者 譬如是 主宰著一個政權的人 譬如是在這個世界上 是助擁很多財力啊 很多資源的人 又或者是一些宗教領袖 諸如此類呢 我就這樣舉例 那可能呢 都會對這個 揭破真相的人呢 就造成很多個不利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會造就了大家所謂 究竟形容得了 寫生取義的 那個 討論 那 那 今天的粵方呢 就對於 這個揭破真相的人呢 就很悲觀的 就會覺得呢 他呢 說出來他也是死的了 那他呢 又寫了一生 又取不到字 那呢 就 那也是沒有用的了 那 但是呢 我們寫生取義呢 其實不在一時的 就是說呢 如果你捨棄了這個生命 如果有人貼破了一些真相 那很有可能 在未來的日子 譬如如如公如山的故事那樣 是吧 你的後代 你的後人 可能是可以繼承你的遺志呢 那 可能呢 呢 最終是能夠取義都沒有 所以究竟那個 寫生取義 下 那個判斷 是不是真的 即是即時去 下去 是 即是合適的呢 這個是值得思考的 另外一點的紛爭呢 就是有一幫人呢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呢 就會很想脫離這個世界的 有一幫人呢 就不想脫離這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裏面 本身就過得好好的 這樣 那繼續一個安穩的生活 那 那究竟這兩分人 是不是真的會有這麼大的紛爭呢 又或者他們的紛爭 是不是真的這麼不能夠被解決呢 這一點都是很值得我們去想的 即是 其實現實裏面有很多的 不要說離不離開這個虛擬的世界也好 即是有很多的政策 有很多的公共的議題呢 其實很多時候 即是社會都有很多的爭論的 那但是 是不是完全沒有方法去解決呢 尤其是呢 如果我們真的有一幫人想脫離這個世界 有一幫人是想留在這個虛擬世界 過他們的安穩生活 那其實他們各自做自己的事 就可以了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著一個的紛爭在那裡呢 是否不能夠被消除 不能夠是 即是有一個的和樂融融的結果呢 那所以呢 這些就是我對於以上這場辯論比賽 兩個主要的討論的位置呢 有一點的想法啦 多謝大家 好 好 其實就是可以逃離和不可以逃離 那我下一步就會想的就是 其實我一開始整個整個框架 是打得非常之完整的 就是可以逃離的 他可以做些什麼 不可以逃離可以做些什麼 但是呢 我覺得唯獨是有一點比較可惜的就是 我覺得一副二副呢 沒有很抓住到這個框架去歸納別人的東西 既然你這個框架是一開始不好的時候 我會想到就是 當別人提出的那些例子 他不論說可以毀滅世界也好 或者是就算又沒有造物者也好 其實你可以嘗試去探求出他的例子 究竟是虛擬 就是可以逃離的虛擬世界 還是未必可以逃離的虛擬世界 例如反方其實他有提出到就是說 例如他就說虛擬世界 未必一定會有人好之禮的 然後我覺得反方後來就說到就是說 會智商安全 然後受害人都會搶奪資源等等 我覺得你就可以分的就是 當可以逃離的虛擬世界底下的時候 我覺得除了分可以逃離和不可以逃離之後 我覺得其實再細分應該就是說 究竟那個創造者是好還是不好 可以分三個層面的 第一個層面就是沒有創造者 根據反方月方所說 第二個層面就是創造者是好 因為創造者是好的話 其實不會出現月方所說的第二個論點的遺傳 如果他說創造者是差的 才會出現他的遺傳 我覺得可以分回這三個層面去塑理 月方提出的例子 那就會更容易去抓住 就是因為今天月方的立場 我覺得有一點跳來跳去 就是當你去跟他說 做物者不一定是差的 就是做物者 就是他們你說了 你聽之後 他就說 那些根本是不可以逃離的 沒有用 讓你去這樣做 我會覺得就是 因為今天隔月雙方是雙遍題 那我會想的就是 就算你真的承認給他看 是真的不能夠反抗 但是今天月方你都要有站去論證 就是在兩個層面的情況下 是否任何人都不應該知道呢 那之後從而你才去引申 其實你們不論是可逃離 還是不可逃離都好 今天講的最後就是一個人民的權利 就是他知道就是 即使他就算是知道不可以逃離都好 但至少他不是死得不明不白 這是一個隔方最起碼 就是最希望論證的 那所以我會覺得 可能隔方一副 可能歸納上面 會是比較有難度 如果這樣去歸納 可能以後會多一點時間去準備的時候 可以嘗試梳理一下 月方的例子 在分哪幾方面去講 那就會令那個框架更加清晰 而且我覺得 不過我覺得隔方一副 那個回應上面 一開始其實那個矛盾那個位置 我覺得是抓得好的 即是他講話虛如齊九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你今天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繼續不斷強調 就是說其實你解決不了 原因我覺得最大的就是 我覺得有一個可能很清晰的位置 講出來的就是 既然如果他覺得 虛擬世界是沒有一個第三方的話 你可以直接去問 那誰是創造這個虛擬 就是如果沒有人去 就是虛擬是因為被模擬的性 那這個是哪一個是一個被呢 就是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這個回應上面 隔方可以再澄清清楚一點 還有我覺得隔方在 例子運用上面 我覺得略言有些單一 就是你們去講到那些模擬城市 那些那些 其實你去到最後 你是想告訴他們 知道的重要性 那你可以不妨去想一想 就是知道的重要性 其實可以有很多例子去講 不論是加里略 甚至乎 就是可能你就這樣去找回 所有諾貝爾獎提出的 那些人的名單 然後看看他創造了什麼技術 那其實都已經可以講到 因為你想想 就是他任何提出 就是我覺得可能 要需要隔方行學 需要有一個圍著 去很清晰去講 用一個例子 去描述 原來其實對面 會發生你所有的恐慌等等的問題 但一樣都是會去做的 例如我剛才很簡單想到的就是 好像轉目取貨那樣 那你轉目取貨你一開始 去怎樣發明媒氣 發明什麼時候 你發明的過程當中 你都可能會爆炸 或者可能會 可能令到整個地球 有機會好像他這樣說 就是可能因為 就是研究某些的武器 或者什麼時候 都有機會可能有生化危機等等 但是在他的立場底下 我覺得今天隔方沒有給壓力 給粵方的就是 理想中有一個社會 應該要怎樣運作呢 就是他是沒有的 他就是會死的 會什麼 那他想過世界是怎樣的呢 就是他有沒有一個理想的立場 我覺得今天隔方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 沒有抓住一些你們有優勢的位 他給多些壓力給粵方 他講到就是 那既然我這個例子底下 在你眼中 其實節目上是否不應該出現呢 甚至乎 加利諾 他不斷說加利諾 被人很慘 那我會想的是 是他很慘 但是加利諾 有沒有後腹提出這個理論呢 那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深思的 那是不是真的 如果現在我們繼續 是相信 日生接地生接那樣東西 如果我們繼續是相信 一個傳統的時候 是不是反而對社會是好的呢 那我覺得這個是 隔方可以多些拋這些價值的問題 就是把多些的論述給他們 因為今天是雙面提 但是我覺得感覺上 隔方就可能 隔方打的時候 就可能 就是隔方就很輕易就射了這個 可能未必當成是一個 隔方這樣打 那我覺得隔方這個是 比較可惜的地方這樣 那 那 然後去到月方的位置底下 我覺得月方的那個主線上面 就正常的 不過我聽第二個論點的時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些少少滑坡 就是你們推得很誇張的 就是推完這個之後 會爆炸 然後爆炸完之後 就會全部滅亡了 然後就全部人都不好了 但是我對於反 就是月方的這個立場下 我有幾個質疑的 就是第一 如果你們覺得沒有做物者的話 其實應該不會有 人可以毀滅了這個世界 就是第一 因為我見其實 就是 可能月方是口聞之悟 但是我可能也要小心一點 就是我聽到月方 有講到一些字眼的 就是譬如說 月方一父 他就說 等一下 沒有 他說月方一父 就說 如果是沒有第三方的 那你之後就說 其實你是不是甘心 都被人操控 就是可能你的底部上面有預製到 就是有寫到這個字眼 你說到就是說 就算被第三方操控 就是你說到這些字眼的時候 那我就想 那就是有第三方 那我會覺得 那就是跟你前面有些矛盾 那接著好了 去到月方的時候 也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你最後所有事情都是看結果 結果之後呢 你結果是差的 那你說不應該做 人家可以有權控制你 那我就想 你口口聲聲說 你的立場就是沒有第三方 但是你就不停去用很多不同的字眼 說其實你們可能是有第三方 那我覺得 有一點點狂叫做 那但是因為 就是隔方沒有提出 那我也不會特別 求你分手上 所以月方要注意這一點 還有月方有一個問題呢 我都想問的就是 你不停就說 為什麼如果你說到這個世界是這麼差 為什麼一直以來 我會消滅過你呢 那我就想了 那條片是說 假如你知道這個世界是虛擬的 你應該公佈了 那現在 就是大家都會以為 就是在我們現在這個現實世界之下 是真實的嘛 那如果在我們現實世界是真實的情況下 那當然是沒有人消滅你 因為它不是虛擬 現在是反過來跟你說 這個世界是虛擬的時候 那你應該告訴他 那你不停說 那你講到那麼差 為什麼我們現在還沒有滅亡呢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個真實的世界 所以我覺得今天 就是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說得 不是太清楚 那月方就不停把真實虛擬 真實虛擬這樣 就是一些有利你的戰場 就去回虛擬 就是一些 就是一些 你想避免別人的反過來 就突然說 你都沒有消滅過我 我現在還在這裡 那你當然是現在還在 因為現在在我們 是變態以外的世界下 就是現在我跟你這樣說的世界上 我承認了它是真實的嘛 那我就說這條問題下 你這樣 就是我知道你們是不停地問 但是因為 隔方沒有很特別挑剔的情況 但是我都沒有扣到分析 但是我覺得純粹是 你們要小心點去講一講 就是當如果隔方去抓這些例子的時候 那你就比較難去一條問題 就繼續去問 全場這樣 那是了 那接著去到 我覺得最後 最後就是我覺得 都可以贊一贊雙方的台下法文 那雙方的台下法文 都問了一些 我都挺想問到的問題 不論是隔方還是月方都好 唯獨可能要考慮的就是 可能在準備的時候 將這些問題 早一點去問 例如問願景 問哪個人是這樣做 還有為什麼那個造物 一定是抄 或者怎樣這些 因為我剛才就這樣想的就是 譬如說 那些人都相信上主是創造世界的 那上主你會說他天主是一個邪惡的核心 你又未必會 所以我覺得可以在類比上面 甚至乎例子上面 可以多元化一點點 令到你的回應 就可以進一步有層次一點 這樣 少少意見 好 我多謝了陳小姐的評語 那最後我們有請拔帥女書院 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 劉飛老師給我們一些意見 好 大家聽到了嗎 其實我也同意剛才評判說 那反方那裡 譬如說到為什麼我們現在的世界還存在 這個可能是有一點取巧的 這個我也同意的 那隔方那裡 正方那裡我覺得 同學要小心一點就是 前面說了很多是譬如要齊心 我們可以逃離這個世界 可以取暢步斷 但其實在說的是 怎樣去逃出這個世界 但始終你的立場 我們的題目是應否去公告天下 是不是 即和我們如何公告完之後 逃出天下 就是我覺得前面那部分 為什麼要去公告天下 那裡可以再說多些 再下去一些具體方法 如何逃離 因為始終的題目是應否去公告天下 這裏我覺得在應否可以再著墨多一點 然後我覺得正方那裡 都可以再闊一些 譬如說到都是一些個人自由方面的 但是除了對於個人自由的一些 好處與公告天下之外 有沒有其他方面呢 這裏我都可以說多些少的 還有那個模擬市民那裏 我覺得未必需要那麼詳細 有些例子可能太過具細無謂 其實點出那個重點也都可以 其他兩位評判都說了很多 大致上都是這些的意見 好,多謝劉飛老師的意見 三位評判都說了評語 我現在會宣佈賽果 今場比賽為正方馬利諾修院學校對 反方佛教神香能紀念中學 在宣佈賽果之前呢 我會宣佈最佳辯論員 今場的最佳辯論員是 凡方義父、顏俊傑同學 而今場的賽果呢 是0比3 由佛教神香能紀念中學生出的 稍後呢 那麼我無論如何 我會不斷 不斷 不斷 我別想知道 我先帶你 你有一種 我